勇春泉秘诀释发 岭南勇春泉 相传是中国武林圣地少林寺的镇山泉 创与五枚大师 始于师祖严勇春女士 严于南海梁赞先生 成于叶问宗师 自从叶问宗师 在香港二十多年来的努力不懈惠人不倦 这派时而不华变化万千的勇春泉 赡养海外 光大到英美澳等世界各地 逃离遍天下 本片 德蒙勇春正统招允体育会赞助 招允师父率领公子招红军 高徒李应舅 李耀 李发泉 李海生 尹贯忠等做示范表演 现在 由李海生与招红军示范 自由波击 这是永春泉重要的练习之一 常常师父以教弟子 师兄以教师弟 用本门的拳技 招数 法度 不断地来练习 务求熟能生巧 运用存乎一心 这一位是尹贯忠师兄 他练的是三合庄 这是永春泉练装的基本功夫 圈 永春泉是朝行追击的拳术 他们正在相互面对面的追行 争取两点成直线 最短 最近的有力机会 这一位是李海生师兄 他是永春泉的高手 曾获一九六七年 仙港先生重量级的亚军 他正用着装手来进击对方 这一招 是永春泉的绝招 爆牌掌 这一招 是削脚手 这位是德高望重 武艺精湛的招允师傅 逃离满门 惠人不倦 他现在正在示范 练装绝技 招师傅 现在又在指导他的高租 李应旧军 进招拆招 这一位是他的公子 赵洪军 这是内门标手绝招 这一招叫做鞭蓝拍手 这是李应旧与李海生年手 年手是永春泉 必经练习的功夫 是用来训练乔手 出去反应 这一招 叫做外门边南打手 是他与李海生师兄 巧手碰截之后 迅速变化 拉下对方的巧手 用右手 在中卫冲出一招 可用拳 也可用掌 这是永春泉万千变化的攻守 永春泉的装手共有一百零八招 招弘军师兄深得乃富招师傅的秘传 特别演出其中六十招装法 上面的示范是攻击招数 都是以这些装手作为打手 永春装手是永春泉练习申请 定位法度招手触角反应等一切的基础 假如少有错误 就无法学习到永春泉的精华 中线攻击与防守 永春装法是与少林寺国术高手 练习打木人是渊源有自 人世涯雯 人世人 明波